我逛书展目的特别简单 就是去逛那种儿童书籍 给我儿子做准备 因为现在我自己的阅读呢 我自己能够把控 但我儿子的阅读我实在是控制不了 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我是没有办法去百分之百掌控的 所以我希望的是给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给他带来更多的书 让他自己来挑选 除此之外我会去相关的一些历史类的吧 这毕竟是我的本行嘛 我去看一下能不能在其中找到灵感 找到一些接下来创作的素材 我不给自己设限 什么历史题材类的 不管是多冷门的 我都会去看 因为我觉得往往是在冷门之中 才能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矿卖 如果我逛书店的习惯 就是去逛一些人少僻静的这些专栏的分类 如果让您以香港和他的历史为止 来创作一个作品的话 您会选择一个怎样的下层的事件来期待呢 那肯定写九龙城寨啊 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圣地所在 这个九龙城寨的题材我看过太多了 包括当时的一些照片 一些纪录片 包括以九龙城寨为背景的一些小说啊 电视剧啊电影啊什么东西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典型的 视角下沉的 能够展现最基层 最底层民众生态的这么一个例子 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亲眼见过 他就没有了 因为它这个里面是一个浓缩体 在这个里面我们能看到最底层的 大家的喜怒哀乐 以及这种喜怒哀乐和他们的生存状况 它具现成了一个实体的东西 九龙城寨里面这种临死至彼的 这种彼此错综复杂的建筑结构 每一个结构都代表了一种他们的生活状态 有些的人的屋子 它是前后都接着是通道 周围的人全可以在这里走 它就代表了一种私欲的放弃 和一种对公共场所的一种妥协 九龙城寨是一个把人类 普通百姓 他们之间的这种人际生存关系 具现成建筑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不能完全代表香港 但是它确实是香港的一个sample 一个文化标志 在我心中 香港用三个字来说的就是黄大仙 是一个既有封建传统 同时又有种现代性 两者之间观念还能够非常和谐的 并存不备的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香港在我心目中并不简单的 仅仅只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同时又能够留着一些中国特有的 这种传统的气质的这么一个地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